老师好 欢迎来到点击里的中国 今天参加戏剧演出的演员们 已经就坐于官房间 欢迎他们 在刚才的开场戏剧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学者在探讨清华简 因为这里面有能够印证 阅诀书记载的 越国这段历史的主简 对吗 没错 清华简是2008年 收藏到清华大学的 战国中后期的主简 那里头有上书 作为正书之祖 史书之源 它的一些内容 但其中还有一篇 被后世称为《月公骑士》 《月公骑士》有75枚主简 那里就讲《月王勾剑》的故事 它意味着我们出土的文献 和我们传世的典籍 《月绝书》相互印证了 说明在那个时候 地方史制就是中华典籍的 重要组成部分 《月绝书》它被认为是 地方制的先河 那么究竟什么是地方制呢 我们经常说 国有史 地有制 家有谱 地方制简称方制 也可以说它是一方的古今种籃 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 《月绝书》呢 是最早的地方史制之一 为后人称为一方之制 始于月绝 尽管我们中国古代的方子 要到南宋才定型 但是《月绝书》 为后世的地方制编撰 开唱了先河 地方的史制 是我们特有的文化瑰宝 那么《月绝书》里面 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严老师 《月绝书》一开篇他就讲 《月者国之事业 决者决也 为勾建史业 我们通俗地讲 《月绝书》它主要围绕 吴越两个地区 勾建这个时期 所进行的一切的史记载 夫差和勾建交战时期 吴越两国的地域 主要为现在浙江 上海 和江苏的淮河以南地区 现存的《月绝书》一共有十五卷 十九篇 《上至大雨时代》 《下到东汉初年》 《庞吉诸侯列国》 它的内容非常丰富 主要的内容是《五月争霸》 同时它记载的时候 还注意突出《五月两国》 不同的地域特征 比如说它当中的《卷二一地转》 和《卷八地转》 主要地记载了《五月两个地区》的 它的山川河流 城池道路 陵墓宫殿 以及农田水利 方方面面的这个内容 可以说意义非常重要 《月绝书》可好看 好多二叔能详的故事 都在《月绝书》里记载 你比方说西施 《美人记》的故事 还有勾建 历经屠治 复仇的故事 当时《五月争霸》 《月王勾建》 被围快积山 然后勾建 也是为了百姓 为了越国 就说我到吴国为奴 为奴之后 回到越国 勾建 食不加肉 衣不重彩 十年生据 十年教训 是的 《月绝书》中记载说 勾建为了一雪前辞 发展农业 发展经济 因为只有人民富了 国家才能安定 只有国家安定了 才能抵御外辱 这也是民本思想的体现 这种克己致力 以民为本 功行仁义的精神 为《月绝书》作者所颂扬 千年之后 依然异异生辉 这《五月争霸》的故事 我们从小都听 好多人都说 《月绝书》 它是一本奇书 里面记载了 各种奇人 奇事 内容扣人心弦 勾起了大家十足的兴趣 但是这本书有很多谜团 作者不详 成书的年份也不确定 是的 在《月绝书》的众多谜团中 最以为大家关注的 是他的作者问题 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其中影响最大的说法 是明代学者杨胜提出的 他用分析书中言语追索 古籍文献的方法 来猜测作者是原康 无凭二人 是的 杨胜这个说法 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 在清代乾隆年间 编撰似乎全数的时候 就采纳了杨胜的这个说法 当然现在更多的学者认为 《月绝书》 它不是一时一地编程的 从春秋末期 或者战国时期开始 不断地有人在增添它的内容 一直到东汉的元康吴平 他们最终把它增三改定 说到杨胜 其实大家最熟悉的 应该就是他的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其实这一首词说的 仿佛就是吴越争霸 这些英雄的豪迈故事 没错 杨胜是明朝三大才子之一 是个大文学家 也是一个史学家 他是四川人 后来扁关到云南去 在四川和云南之间 反复行走 然后他就开始修书 你比方说 滇长记 滇载记 全属异文制的 极大的丰富了 我们的方志文献资源 杨胜对吴越地区的历史文化 有很深的研究 理解非常得到深刻 所以我们在编撰这项通知的时候 采纳了杨胜的许多研究成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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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